總預算案卡關也有卓奎的事 他在臉書之前發文說 以餐廳點菜要比喻目前陷入的僵局 但前立委鄭立文就批評說 卓院長的比喻根本就是不倫不類 完全搞錯了重點 因為卓任院根本就不是 上門點菜的客人好嗎 而是要進廚房煮菜上菜的那一方 鄭立委也說了 卓院長根本沒有想要化解朝野的對立 一位只是聽從賴總統的指令 根本就是無能的傀儡 卓榮泰雖然不是鬥雞性格的政治人物 但是他的口才也從來都不好 然後在這裡面又要面對賴清德交辦的這種路線 所以他基本上他這個譬如說餐廳說 也不是卓榮泰講的 是他的臉書寫的對不對 那寫了這種東西不倫不類的 要不然大多數人是聽不懂他在講什麼 要不然就是覺得 因為你沒有辦法解決僵局 你端不出菜 你沒有辦法處理問題解決問題 這個東西是大家不會對行政院長會有滿意度的 因為國會只是負責監督啊 他這個不倫不類就在於 國會不是開餐廳的 今天負責進廚房上菜的是你執政黨 是你行政院你搞錯了 今天國會只是在旁邊監督的 看看你這個錢 這是我們老百姓口袋裡面的錢 你還以為你是來上門點菜的大爺啊 你的錢是我們的錢 所以國會是在看說 你有沒有拿出足夠的錢 點了真的好的菜給大家吃 你用的料是不是新鮮 是不是有偷工減料 偷金減兩 國會是在這邊監督的 你真的要進廚房上菜的是你 你搞錯了 所以卓榮太他當然不可能 在賴清德的陰影底下 有任何讓老百姓覺得說 我對這個隔魁有另外不同的期待 完全沒有啊 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 卓榮太只是給大家一個傀儡 無能 印象就是這樣 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在配合賴清德之下 不斷的陷入更多的問題 如果要在進去 就是在內心裡 你會不會想到 在一起 我會不會想到 要沒辦法解決問題 這是我的回合 是我的回合 你會不會想到 我會想到 我的回合 你會想到 我會想到 你會想到 我會想到 你會想到